所以我再強調一次喔 這些股票都跟錢頂一樣 買的時候是低檔剛發動 我預期過完年之後 可能砰就上去 所以我說它是封關錢必買股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台股在昨天跌比較多之後 今天雖然說美股尾盤是四大指數都跌 但今天反而有點跌不下去的味道 因為前兩天其實台股已經先跌了 那美股主要是因為聯準會的主席鮑爾 就是發表最新的看法 他就說大概三月份應該不會降期 那所以四大指數 美股四大指數尾盤都掉下去 但是其實跌的並不多啦 你看背叛殺尾盤 NASA也是 道琼跟SM500都收在昨天的相對的低檔 但其實跌的幅度都OK 都是算是小跌而已 那雅股呢 今天反倒不受影響 韓國漲了一%多 最弱勢的上海恆生反彈 只有日本跌300多點 那台股呢 剛剛也一度的由黑翻紅小漲二十幾點 那最多跌56點 那目前指數也是跌大概三點 平凡附近 所以我就說兩個部分嘛 一個前兩天先跌過 再來元月份一開局就先殺下去 我記得殺了800點 美股也殺 雅股也殺 台股也殺 就是再跌 大家預期說降息會延後 那後來是因為台電法說完之後 才把整個全球股市都拉上來嘛 但前面其實降息延後的利空 就已經反應過了 所以這已經不是新聞了 所以後續影響就有限 那當然就是說明天禮拜五 下禮拜一封關 剩兩天 所以節前的一些小賣壓 你說這指數空間是有限的 大型股也不會有表現 再來就是一個個股的操作 那個股部分呢 比如說IP股 安國嘎空 4000多張空單直接跳空漲停 然後就有顆早上 又刷了一個449.5的全新的天價 連股王四星盤中最高剛好點到4000塊 來到四字頭 也刷全新的高價 這證明 IP股還是強到一個爆炸 強到一個不行 要漲就是繼續漲 前頂呢 昨天漲停早上再刷新高117塊半 這是一個新高 所以指數拉回三天 我們一堆股票連漲連噴三根的新高 這就是事實 台股一個市場常常是兩個世界 強得一支標翻倍再賺 買錯股票套在那邊動都不會動 所以今年選股很重要 因為資金已經高度集中在法輪的手上 大家會買的都是那些有前瞻的趨勢股 只要逆勢的股票都不會漲 色飛標多會賺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你一定要跟著最專業的正老師來做操作 我跟你講這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那紀委科禮拜一漲停板411.5 禮拜二十四三六點五 昨天四三七點五 今天再來到新高449塊半 每天都在刷新高 這次買283中間有所調節 但是留基本值股續報到今天四四九點五元 總共賺166塊半 報酬率59% 那前面我們還有一次是179到270 那一段也賺了五成 所以就是說如果說一整數一千萬 下去做操作 第一次賺五成 第二次賺59%嘛 乘1.5x1.59 兩次累積下來變成2385萬 這也是翻倍啊 這也是翻倍啊 所以就像我說的今年強的一直強 IP 股大概十來檔 毛利率最高 本益比也最高 並且裡面有四家最高的千金股 世新力旺創意M31 M31後來居上股價已經最高創意 那未來可能一兩年 我相信IP股千金股又會多個一兩家 至少一兩家 所以這個趨勢是非常的明確的 所以要賺IP股跟著鄭老師 我檔檔倍數獲利 像今天的安國 我沒事賺超過一倍啊 金利科今天關了十天正式出關 那也不意外啦 我就說常常關出來的第一天 前面十天捨不得賣的 或者前面十天反而逆勢創高的一些 潛在累積的賣壓 在第一天有時候會出來 我今天就出來了 所以股價呢就打到最低438 那一度又拉到平盤 那現在尾盤又回到大概439.5元 我認為就是在消化過去十天 因為 逆勢創高的一些貨利球會多賣壓 好這都正常啦 那從關門第九天458 昨天就最高來到463嘛 那今天稍微回到438 又拉到平盤附近 出關洗一下 創高趨勢是沒有改變的 那我們是買146到最高463 總共賺了317塊 總共賺了是217% 是非常可觀的獲利 因為買1000萬就變成3170萬 這個是超級誇張的獲利的水準 大概從11月份到現在 他的獲利大概是台股第一名 這應該是沒有錯的 毫無懸念台股第一 也代表我們的會員 從11月份到目前的績效 就是全市場第一 去年不是只有賺安國 具有科跟經濟科 去年6月份到8月份 低檔賺了一堆什麼 偽創 技嘉 銀邦 秦城 齊鴻 那些股票 當時都是幾乎是5成翻倍在賺 都賺完之後呢 後面再接的IP三件課 再賺成這個樣子 其實我們很多會員 現在都可以提前退休了 那以經濟科來說 沿著50縣向上 打回到50縣附近 其實我認為這邊再下去都有限 那今天下午公佈營收 我預期從元月份開始營收 應該就逐月向上 今年會有兩個產品陸續要量產 那元月份應該有 第一個陸續量產 然後到大概第二季的時候 又會有一個要量產 他就會把基礎營收整個帶上去 那新的開案呢 大概第一季陸續就看到任列入障 那第一季的財報就是一個重點 看看新的開案新的合約 反映在合約負債上的金額是多少 如果比如說如果說真的超過 比如說一個股本的數字的話 那時候股價一定在繼續往上 後續還會有新的開案入銷進 大概今年會足跡可能都有好消息 可能可以開到兩到三個 所以就說他會是要挑戰615塊的天價的格局 事實上股價一直上來 我想他就是在預告說後面 基本面會有一個蠻大的利多在後面 所以目前就賺了超過200多發 此股就繼續跑了 阿遜禮拜三高點71塊漲7.1% 今天漲到最高來到72塊3 那我們就在這邊先將實股全部獲利出清一趟 賣完之後呢 事實上也從72塊多跌到67塊多 高低價差超過了4塊錢 所以我們又是賣在一個相對漂亮的位置 那當然我看好AI PIN 在今年3月份上市之後 包含未來的AI眼鏡所帶動的相關零五線的一個 這個需求跟相關題材一定會很強 但為什麼要賣快過年了 快過年了 所以前兩個禮拜是買66塊8 那到今天72塊3算算還沒過高 但是因為快過年是兩天了嘛 所以小賺個5塊半8.2%也不錯 也是不錯 所以波段的搭配短線的操作 那8%賺起來放到口袋 並且把一些資金轉進 封關前必買的兩檔新標股 是今天一個最新的持股調整 跟最新的操作 那當然在看完盤之後 有機會會再做操作 我是在滑訊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檔AI PIN的標股是3XXX 昨天漲2.7% 尾盤漲7.6% 今天早上再漲7.6% 62塊4的新高 136.94的海滑 那先過高 尾盤獲利回吐 拉回到平盤附近 小小的翻黑 創高格局不變 而且沿著無限向上 目前上漲沒有壓力 這個型態比滑訊更強 所以我估計這兩天有機會 再向上再過高 因為它是AI PIN的藍牙模組的主要供應商 是不是唯一我不敢說 但是它是藍牙模組的主力供應商 所以這一些相關的AI PIN AI眼鏡 過完年之後一定是熱門話題 所以股價這邊就先上來了 所以我就說 華遜海滑相關的概念提宅股先賺起來 過完年之後再用你賺的錢去買新的產品來玩玩 這不是熱市一樁嘛 所以華遜先賣一趟 海滑這兩天有機會再衝新高 前景昨天亮燈 禮拜一買進的時候亮燈漲停 禮拜二漲5.7% 昨天再所漲停113 今天早上再创新高117.5 再刷波段新高點 那買的時候是買在這邊 禮拜一 所以那個時候是整理四個多月低檔 剛剛冒出頭才剛剛要過季線的位置 所以我不是買 帶你買在那種天上正在飛的 飛到外太空的 我不是帶你追這種 我帶你買的是從低檔 剛剛發動上來的股票 那買完連噴三天 變成外太空的標 所以我不是帶你噴上去才買 我是帶你買在低檔 這才是重點 這個才是關鍵的重點 就像當初安國買到57塊 金銀科買146 金銀科買179 不是說現在才叫你追 這叫領先市場的功力 那今天創新高 96塊買到117.5元 事實上今天我們在高檔 也做了一些持股調節 那為什麼要過年了 重點在於說短短四天 從96不要到117.5元 就賺了21塊半賺了22.4% 四天就兩成了 就是很舒服啊 那快過年了 會員總是準備要包紅包 要出去玩 要出國花錢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讓大家持贏保財 把一些獲利放口袋 留一些準備出國去花 這才是人間一大樂事 人生一大樂事 賺錢是要拿來花的 那再把賣掉了之間部分轉進 我說的全新的封關前的必買的新標股 所以我們會持續做一個非常彈性的一個操作 但是像我說的潛艇上漲沒有壓力 進入外太空了 而且NVIDIA已經通過矽光子相關廠商的認證 預計第三季就會看到出國 最領先的潛艇是其中之一 而且今年的印度不是大軍 印度大單 我們做資料很趕 所以有一些錯字 大家都包含印度大單 今年上漢8塊錢 乘以20倍的話 我們股價都還有空錢 所以一買就大賺四天大賺兩成 現在賣一半留一半持股 續爆就跟這個金球科一樣 基本持股報勞 讓它繼續飆上去 但是大賺的資金準備出國花 並且部分轉到關前的全新的標股 而且是要報過年的必買標股 那今天不決總共有兩檔 總共兩檔 第一檔封關必買股是三開頭 反正最多大概漲7.3% 股價也是整理了 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剛剛翻上來 那其實再往前看 是整理四個月的時間 都是整理一段時間 跟前景一樣 第一檔 剛要發動的全新的金平標股 這是第一檔封關必買股 三叉叉叉叉 第二檔封關必買股 盤中漲6.4% 那跟剛剛那一檔一樣 高檔下來整理四個月的時間 第一檔剛剛要發動 第一檔剛剛要發動 是第二檔封關必買股 叉叉叉叉叉 所以我再強調一次 這些股票都跟前景一樣 買的時候是低檔剛發動 我預期過完年之後 可能砰就上去了 就跟前景一樣 所以我說它是封關前必買股 而不是說叫你去追 神盾安國金利科具有科 那種在天上已經外太空飛很高的 當然我認為還有空間 金利科具有科還有空間 但不要去亂追 要買要買這種低檔剛發動的 低檔剛發動的 人又安全又安心 未來空間又大 所以標股一檔接一檔 重點是希望大家跟上這個節奏 今年當然就有機會一起賺大錢 黃賀前景四天大賺超過兩成 超過兩成 最新封關必買股兩檔 兩檔 低檔剛發動 不是漲到天邊的 只要今天留言 168加2加2是兩檔 以及你的聯絡電話 帶你買進封關必買股 一起買封關必買股 報過年準備大賺一步 把握機會吧 祝大家超順利 明天再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之產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